此前我们编...呃... 介绍过英伟达正在计划量产两款全新型号的GPU 分别是AD104-250和AD104-2501 因为代号过于接近 Gay强我就猜测 这应该是4070的两个不同版本 而不是什么张口就来的4060Ti 目前来看也确实是如此 但并不是不同显存的版本 而是不同的电路板设计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赶紧随着Gay强 来了解一下吧 在开始之前先看个梗 今天黑神话悟空的开发商游戏科学 按照惯例发布了一个兔年祝福视频 里边就设计了P老黄 那处处都是梗啊 Noforce PTX 12999 按指着GeForce RTX 4090的定价12999 这品牌叫做...坑...你...答? logo还是个刀片形状 只带刀法 店里还卖有什么PS5手柄啊 健身环啊 Switch啊 和Xbox啊 等等等等 更细的彩蛋介绍 游戏简单仍会和大家说的 那言归正传 更对WC SafeTech的描述 NVIDIA通缺了董事会以及合作伙伴 目前40系部分显卡 开始推出新的变体了 GPU的代号分别是XX0和XXE 例如AD104250和AD104251 同时根据外卖HKEPC的调查 目前4080的GPU 也就是AD103300 将推出新的变体AD103301 来作为新款的4080 包括下个月投入量产的4070 也同样是如此 目前更新的RTX4080 炫光SOC界面 已经把GPU规格参数 改成了AD103-300301 也就是变相实锤了 这个操作的存在 但先别激动 别以为是4080良心发现 要改过自新了 它可能只是偷偷的变新了 根据HKEP的描述 300和301 这两张卡那是性能相同 功能相同 配置相同 就连TDP和频率都不变 还是9728个科大核心 频率为2505MHz 那不就是说 一坨答变变成两坨答变吗 同时HKEP也确认了 4070非态版本 同样是两张显卡 分别采用了AD104250和AD104251 它们的区别在于 比较电路的不同 也就是PCB的设计不同 促使生产中使用的组件数量不同 从而略微地降低客户成本 用大白话说 不就是阉割版吗 也确实 4080的定价就离谱 希望赶紧可以把价格压到 请把你的预期打在屏幕上 交个朋友嘛 除此RyMarioGamingTik 还分享了 尚未发布的RTX4070公版的 核子图片 虽然里面没有显卡 但确实还挺像这么一回事 目前KME爆料的4070数据 为5888个科大核心 显存也是保持了主频为 21GBPS的12GB GDDR6X显存 采用了台积电的4N工艺 TDP功耗为200-250W SKU为PG141 SKU345 344 343 预计在2月和3月开始量产 而且4060Ti很有可能会和4070 使用一样的散热模组 降低成本嘛 该卡将于今年上半年亮相 其他的我都不奢求了 就是定价 别又是买不起的货 再说个题外话哈 去年微软不是宣布 收购动势暴雪吗 目前收购仍在进行当中 而且困难选足确实不少 甚至连谷歌和英伟达 都参与到了其中 并且还加入了索尼的整容 就微软计划以690亿美元 收购动势暴雪一案 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了担忧 英伟达和谷歌担心 微软通过收购动势暴雪后 他们将在云服务 订阅服务和移动游戏市场 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我说句公道话啊 就NV和谷歌那云游戏 一个没人用芯片的拿去做Switch了 另一个没人玩 直接宣布停止营业项目关停 不过好在彭博社的线人称 NVIDIA至少没有明确反对此次收购 尽管他确实强调了 平等获得游戏权利的重要性 而且这次的这一报告 也没有详细说明 任何一家公司的其他具体问题 毕竟NV和谷歌的云游戏 最大的竞争对手 其实就是微软 所以提出所谓的担心 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微软和谷歌与索尼一样 作为大公司 向管理机构提出 有关收购的问题很正常 不过就从态度上来看 索尼肯定是作为极端的存在 因为达和谷歌 就是去打酱油的 但事实上 微软收购更多是为了 手极端市场 而不是云游戏 XBOX小门人菲尔斯宾赛 就曾表示过 想要把动视暴雪的KIM部门 也就是手游部门 改造成XBOX移动部门 目前此收购案 算是进入到了白日化的阶段 一分一刻都十分敏感 去年年底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宣布将提起诉讼 以阻止微软的收购企图 游戏及制造商的竞争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 虽然上不清楚 NVIDIA或者是谷歌 是否会继续参与其中的确切程度 但当诉讼进入审判阶段时 两家公司都可能被要求 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面前作证 彭博尔斯还整出了 最终审判结果将于今年8月进行 像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最终不会像NV收购RAM那样吧 哦对了 最近暴雪回归中国 大家注意暴暖啊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公开更全的意见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再见